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过去的佛也好 未来的佛也好 现在就是过去 未来 现在三个时间 基于虚空记 未空轮回之际 未空轮回之际 就是现在还是未空 还是轮回是满满的 轮回的众生满满的 那安住世间说正法 圆满报生的话 或者是释迦牟尼佛 未空轮回之际 他仍然安住世间 对众生说法 那如果一旦轮回就空了 众生没有的话 那他们也不需要实现法 对不对 他们也不需要说法 原因是什么 佛自己自己就是彼此之间说法 就没有人听嘛 都知道一样 所以对我们众生说法 众生流回空了 众生没有的话 那佛对谁而说法 安住世间说正法 说正法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救济苦恼众生者 他们目的就是 让众生脱离痛苦 希望所有众生得到幸福快乐 一苦得乐 就是这个意思嘛 你让一切众生 原理一切的苦恼的话 就安置于一切众生 达到了一个幸福快乐的境界嘛 所以呢 休息的目的也好 说法者也好 四尊目的 真的的密意都是 每个人现在起 为真菩提之前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众生得到 幸福快乐而说的 对 这个是一个佛法教义的一个核心 学佛或者师兄 本身是我们对自己负起责任 对别人也负起责任 那对自己负起责任也很好啊 大部分人连自己都没办法负起责任啊 其实我们负责任是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不让你自己痛口 不让你自己恼羞承诺 不让你自己做坏事 这样的话 你对自己有负起最大的责任 不仅仅是精神 你还是 不让我自己下一辈子 生生世世 不让我离说痛苦 现在就是一定要 勇敢的站起来 一定要就是 准备好了 这样都很好 我们就是有点模糊了 台语讲的叫不沙沙嘛 就像是大家都有点不沙沙的样子 但自己的生活的方向也不清楚的 今天我做什么也不知道 明天怎么去过也不知道 过去怎么 从小到现在怎么过来的也不知道 不太清楚 那这很奇怪吧 人一定要有人身的规则 其实这个做事身体的动作是另外一回事 主要的就是内心的思想上一定要有个排列 比如说从早上我起来怎么去思想 一整天我保持什么样的心态 我维持保持 这样的怀抱着一个心态 我过我今天的生活 那我今天得到了什么的感受 你尝试一下 看一看 今天真的很好 完全没有庸脑 没有关爱的 情绪是非常非常的平稳 温暖 那明天也是一样的去做 那这个上面就是我们 闻思尽量去修植 修植本身是就是这样子去修植的 一旦你将产生了一种烦恼 成会的话 马上就压制 立一个正确的想法来去压护他 不要让他泄息 能做这样的话 这个叫做休息 那人家就是跟你说一些粗鲁的话 那你看当下我们想起来 我是一个学佛者 我是一个死修者 不应该这样的态度 没有问题 我修安逸就好了 我就修包容 没有问题 对不起 没有问题 你看这种的动作也好 讽刺的言语也好 这种粗鲁的行为也好 不能引起你的成会烦恼的时候 那你蛮不错的 我们是要有这样的心态 不然的话我们一般人怎么说的 一边去学佛 一边去吃粗念经 看起来很专业 对不对 说什么 马上就想起来 对不对 他批批我们的亲戚 对不对 等着瞧 知道吧 一边就是照念经 看起来修习人的样子 第一听到就是这样的 有些人欺负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 有些人对自己家人说了什么的 一听到就 马上就恼羞承诺了 没用了 真的没用 这样的你顾不到自己的情绪 顾不到自己情绪的话 那就是犯意的行为出现了 犯意的行为是什么 对于自己非法的行为 无所顾忌 无所顾忌 这些叫做犯意的行为 那你看 当下你就是非法的行为出现了 但是你没有 有所顾忌之心 你就纵入他 这样的修习就是 就会成功吗 绝对不会的 造业的 最初发心至菩提 三世诸佛一切诸醒 如以所醒 于一毛苦兼能起谢 通常幻师及咒药力 幻师 这个幻师就魔术师了 平常我们某术师一些的药物跟咒的力量 就是让我们写些很多的东西来 他有这种能力 通常幻师及咒药力 这样的原因也是能是 善能限于自身中现实 情细种种的形象 某术师也某些程度上来就有能力 那佛就更不用说 就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主要的讲法就是说 也许你们脑子里面装不下了 我讲这些一毛口能实现 一身中能谱现一切的 这样的讲的时候 这个佛的功德 你脑子里面装不下了 那我简单的跟你讲 一般的魔术师来讲 他有多少的能力 他自己的技巧 还有他的咒 他的药 这些综合起来 所以实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如果他有这样的能力的话 那何况是佛 从左膝下 何况诸佛菩萨 更不用说诸佛菩萨 以知诸法本性 于他们已经彻底通达一切法的 救济的本性 与幻世性 全无差别 幻世性就是如幻如梦 虽然写些资讯成立 地识 但是实际上他们彻底了解一切法都是如幻如梦 父经多结 修行 比异 所有的佛 包括 释迦牟尼佛 他们不是简简单单的 他们就父经多结 你看 经过很多结实结 累积到 佛会儿子俩 累积到 终于得到的一个成果了 那就 更不用说了 就是这个意思 其不能献鼻 中患事 那怎么可能 他不能实现一切呢 不可能的 世故 智者 所以我们具有智慧的人 虽然不了事 虽然我们没办法 偷彻地了解他的意义 内容 后 似了之而 凡生意 但是我们就是不了解 也是 绝对不需要产生怀疑 这是一个正确的 当有此欲 增上细节 由于这种的比喻来 我们增上细节 佛的功德知识 所以我们的信息就增上了 如自诸行 于诸佛行 于一毛口皆能 敦现 前面我们讲的 自己过去的菩萨的心的当下 或者是一个诸佛行 佛的一切的誓言 行为 这些东西一毛口 都能起现了 佛有这种的能力 但是我们听的人 听不懂的话 但那就没办法 比如说简直 决定来讲 有不即不为是 中观或者中观音程牌 密程都 今天就是这个场合里面有的 那释迦牟尼佛宣说法一句话 跟说无常 刹那刹那变化 类似这样的一句话的内容 每个人耳里一听到的时候 不一样的 你今天来为是主张者的话 你需要的就是可以听到的 他是中观秩序派的话 他们都能听到了 中观秩序派的主张 他们是 谈的就是每一个人 听到的就是一句话的内容 一百个人听到的时候 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佛的能力 那我们就是没办法了 所以他就是一毛口 能实现一切 就是这个意思 他有这种能力 那你看这些都是一样的 上世诸菩萨 比如说菩萨这两道 道出地 再来就是实地当中 菩萨的无道实地 或者身外独觉的无道 大概就是要了解一下 修习的过程 独觉有些的地方就翻译圆觉 其实一样的 圆觉也好 独觉也好 这个独觉 独立的独 为什么独觉呢 他有的意思说 他的个性 总性的话 独觉行者的话 他个性就是比较宅男宅女的 这种的个性 他比较不太兴趣 这个成销的那种 他不太兴趣的 比如说一直独君 还是就是比较安静 你看 生我的话 这生就是生意的神 那生我行者跟独觉行者 他们的个性 两个是完全不一样 生我比较喜欢热闹 俗话的话比较热闹 像你们一样的 神就是自己听到的 都是透过自己的言语来 转给别人 告诉别人 文就是什么 你自己跟老师上师 佛听到的这些的内容 透由自己的声音来传达别人 这样的一个性者 就是身为性者 独觉的话 他的个性就是 那不太就是跟人家相处 或者跟人家听 真正的独觉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犀牛般的独独 犀牛他的个性就是独君 比较喜欢独君的 不是一去一去的 所以犀牛就是这样的个性 所以犀牛般的独觉 犀牛般的独觉 他就是不太愿意 跟人家听自己思维 本来就是他某些程度上 有力量 不像我们 他有智慧 锐利 根气比较利的 他在自己 到坟墓去 看到就是那个尸体 或者是古观想 他们这个尸体是冲合到来的 由于什么样的因素 导致形成这个尸体 他自己的尸体是充满来的 因素是什么 他就能观察到十二元气 无名形式 爱去有 有元气 等等是老死元气 这样的六云 六果都是去慢慢的去思维的时候 他就偷彻的了解十二元气 六因导致不由自主的流转三界之中 再来流转三界之中的过程 还是有受到了很多的苦难 这些情绪之导的时候 他就为了远离这些三界的因素 烦恼追求解脱 你看这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身为的习惯就是说 你先去博学多文 文的内容就是一直不断的思维 了解了以后 按照这个顺序来去 不断的重复的去 仿佛的思维 这些的考虑 不断的去修习 终于得到 身为阿罗汉国 那犀牛般的独觉 跟一般的独觉是不一样的 那菩萨的话 我们自己也想 菩萨是什么样子的 除了佛之外 具有不造作的菩提心者 就是菩萨 这是作片的 那一定要排除佛嘛 原因是什么呢 佛也具足不造作的菩提心啊 但是佛不是菩萨嘛 那我们一定要就是 正确的角度去思考的话 除了佛之外 具有不造作的菩提心者 叫做菩萨 这个是菩萨之外 没有其他的 真正的弥附 其实大切心者的话 就是具有不造作的菩提心者 那再来 如是三世菩萨 独觉身为一切诸行 即于一生为一切诸行 三世诸佛 再来三世菩萨 独觉身为 再来未入道者一生 一生为就是我们反复 一生就是反复当中的未入道者 那一生为一切的诸行 你看我们反复的当下也是各种各样的所作所为 各种的行为都有了 于一毛口中一间能顿谢 立刻就可以实现了 一毛口就可以能实现的 那所以这个道理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比如说佛自己状法律的时候 不可思量的经 他说出一句话 一百个人听的就是不同的一百个意思 他一毛口立刻就能实现一切的 正有这样的能力 这是佛的功德 刺青进行随御转 净空世间现已成 一成片语 无边界 时间不息 尘不出 刺青进行随御转 刺青进行是什么 当然是佛就是远离一切的误告 远离一切的障碍 当然是他的亲近 亲近的所有的行为 随御转 随御转就是说 他一想 马上就可以兑现 可以呈现 任余而成 净空 世间 现已成 净空 世间 现已成 三千大千世界 比如说我们现在银河 银河也好 夜球也好 太阳也好 或者地球也好 不管是怎么样好 这种一切的世界都是 他这里讲的 净空 世间 现已成 一个小小的围城上面 他能实现了一切的世界 这是很有趣 他主要的道理这里 自清净 洗水 御转 这个里面讲一些道理 他说佛就远离一切的障碍 他完全 他的自己的行为都是已经清净的 没有什么无垢的障碍的 他自己想做什么任意而成 没有什么问题 他的能力来讲的话 净空 世间 现已成的 意思说 三千大千的世界 这么大的一个世界 都是 他可以 在一个小小的围城上 就是可以 实现出来 那另外一个 休息上 我跟你们讲一下 这个可以 应该可以讲 没有那么详细的话 应该可以讲 比如说密序的道次第 生气次第 跟圆满次第 生气次第 它有出息两个 出品的档下 或者细品的档下 出品休息 转移到细品的过程 你达到了什么样的能力 才能够算是 出品究竟 已经得到了细品的自在 即将进入了圆满次第 细品的生气次第 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者 它小小的一个戒指 对戒指 只满一样的 一粒戒指 这么小的一颗上面 生气次第者 他就是在这个 一粒戒指上面 他所有的本尊的 谈成 本尊 一一就呈现了 一点没有少 都能显现出来 就看得到的 就是一粒戒指的上面 都可以不摇动的情况下 清楚能呈现出来 本尊跟本尊的眷属 空袭 或者他下面的谈成 非常清楚 我们就直接看到自己的眼前一样的这样的能力的时候 这个叫做细生气次第 细的部分 得到自在 即将入圆满次第了 那你看我们就是心的能力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密续的说法 每一个心 它所起的风 为什么讲 没有风的话 没有风气的话 心不会动摇的 你想到哪里 它所起的风 打到哪里 它的力量就是这个 那所以我们风气是非常维系的 它没办法物质来就是隔去的 所以它是非常维系的 你看中心中生的身体 强跟伤就没办法阻挡的原因是什么 中心中生的身体虽然是色法 但是它的进取因是 最维系的风气是它的中心中生身体的进取因 真是不得了 你看我们所有世界上力量最大的是什么 气 确实力量最大的是气 你看我们看到 飞机也是依靠气 所有交通工具依靠气 连蚂蚁都依靠气 人类根本有说 所以气是非常厉害的 修行的一切是这样的修行的角度来思维说 确实有道理的 不然的话 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到 画画身是没有局限的 没有什么限制的 那所以你打到一个画画身的话 一个戒指 一粒戒指上面也可以呈现出来的 那右倒过来讲的话 一尘片于无边境 右就是一尘 微小的一尘也可以呈现 遍及一切的世界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世间不细 你看那个时候世间也没有变细的 微尘也没有变出了 这种的情况下还是能做得到的 佛虽一切够 清静面习 随遇而转移 他所想的 所做的都是一天都是任由而成的 原因是什么 他远离一切的无垢 所知障 烦恼障 喜气障 反正就是不管什么样的障 他已经远离了一切的障碍 这样的情况下 他没有阻碍的 他有这种的能力 能于一微尘 尽上 小小的一个微尘的尽上面的 实现尽量虚空尽一切世界 一切的世界都可以一个小小的微尘上都能实现了 呈现出来 尽现一微尘就类似另外一个 呈现一个微尘小小的微尘 偏于无别 一切世界 然比 但是比一尘 亦不加大 如果你 骗于一切世界的话 那就是这个微尘是变大了吗 没有 没有变加大 一切世界 亦不减少 那一切世界也是没有变小了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哦 佛教慈悲制业 大悲观音道场 学佛行仪课程 公勤广护法师主讲 正确的燕贡观 即传授嘎举系统简单燕贡仪轨 公勤滇金多节喇叭主讲 日期4月26日星期三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兰三星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制业 曼书势力中心 观音的慈悲 浦门品 开课通启 日期4月27日起 至6月15日子 共8堂课 每周四 晚上7点到8点半 授课老师 陈和铭老师 因缘难得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踊跃报名参加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 康陵路三段99下 石农2号一楼 报名电话 02-2631-0619 02-2631-0619 措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我们有可能会堕入轮回吗 上师答道 如心空性自信中 无法寻得轮回机 轮回之根 恒长之静 无弥觉性 非可下肚 对此你可以坚定性结 祝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佛法修持中 有个修者吗 上师答道 本质自了之 本出空性中 佛法之修持 修者皆不得 实善作为者 本出极空性 故入佛法修 无有所作者 对此 你可以坚定性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我们应当依赖个人的教研吗 上师答道 佛心确实极为辱自信 恒常在你之内无需寻 仅只了知极为法身佛 无法经由他人而视线 你可以坚定信解 此无需教研 错家佛母向上 佛母向上师问道 了正的修行者 仍必须投胎转世吗 上师答道 于此天空般的星星中 无法寻得夜的驱使力 六道众之胎门便空无 习气与夜积聚皆好境 轮回三界由身处瓦解 唯一之界视为如星星 了无变迁 基本非存有 出生死亡 由根缘中断 得见阿赖耶无根自信 便是生老病死 便是生老病死 留真散 必然净化一切夜首报 六道之音 以除无效用 不斥轮回 其已自消融 不达涅槃 其境得成就 轮涅交融 法身中无二 一无再受夜报 身之机 上师如是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